不过接下来我们讨论的 同样也是主菜 而且你会发现在台湾的市场 七人做了这个MPV 其实需求度越来越高了 但是自从Honda Odyssey 退出市场之后 他后面有没有一些车款可以替代 对 其实最近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就是过去卖得很好 Odys已经停产了 买都买不到 就连要去买二手都很贵 根本就没有人要试出 对 就是代表说 这样的需求其实还是有的 那另外如果说要往 就是譬如说美式的那些MPV来看 像Sienna这些车又太大台 好像又不太适合 对 不太适合说在这种市区使用 所以说这一台 Honda新推出了Cousting 这台车我是觉得他就是完全 就是承接Odyssey的这种留下来的市场空缺 而且他在很多规格跟配备上面 其实又更胜于Odyssey 那我们先从这个车身尺码来看 像这个Odyssey他的车长是4.8米左右 然后车宽1820车高1710 那如果是Cousting的话 他的这个车长是4950 又比Odyssey多数了大概10公分左右 然后车宽跟车高是差不多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像这种MPV 就是主要是这个影响这个车内空间的关键 就是轴距Cousting的轴距是直接超过3米 那就是大于这个Odyssey的2900 然后呢就是台湾消费者 很多人在意的这个动力输出表现 因为Cousting看他的这个规格 他是搭载这个1.5升涡轮增压引擎 可是呢他的这个动力输出 他并不会输给说Odyssey搭载 这个2.4升自然进气引擎 他就是最大马力170匹扭力呢 25.8公斤米的扭力又比Odyssey再大一点 所以说呢这个造就Cousting他的这个平均油耗 他是每公升可以跑15公里 又比Odyssey的12.9是明显的差距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售价 其实大家买车都会看售价嘛 像过去Odyssey他的售价是162.9到179.9万元 大概将近顶规大概将近180万 可是Cousting呢因为他是这个国产车的身份 他的这个最顶规的价格146.9万元 他甚至还比Odyssey的这个入门版 还便宜了就是十几万元左右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明显的差距 所以说这台车呢其实如果说最近有人要问说 要推荐这种就是七人做MPV适合在台湾的这种都会区 比较多的地方使用 其实在Tondai Cousting其实是蛮值得推荐的 嗯 没错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消费者啊也看到了这一块啊 价格的优势啦 车格啦 还有配备等等 所以呢他的订单也接得非常的好 我们看到不论在整个车格上面啦 售价啦以及整个动力的部分啊 Cousting可以完美的承接了Odyssey的空缺 行男带我们来看看今天进到棚内的用的Cousting啊 之前我们常常聊到说Honda Odyssey啊 他其实在第二排的这个孝亲椅 的确是很多长辈非常喜欢 甚至于小朋友都很喜欢 可是呢如果在Cousting上面的话 基本上他第二排我觉得可以说是太上皇座椅 就是所谓的VIP皇家座椅 我们就好好的带大家来看一下Cousting它的优势 好的 那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概略了解Cousting的一些这个背景 以及编程尺码 那我觉得这台车出来以后在外观上 我们先来看一下从外到内 都会看到一些鑽石的切割纹 包括车头 然后在这个头灯里面也是这种黑鑽LED的头灯 那现在我们把它的LED是点燃了 对 它日行灯 基本上你不开的时候 停下来的时候它是全黑的 就是所谓的一种隐藏式的LED的日行灯 然后保感两侧也有LED的露灯等等 然后在这个前下巴下流 又带一点我们SUV 比较常见的这种银色的装饰 是 所以从车头的半向看起来 你会觉得它真的不像MPV 反而更趋近于这个SUV的一个设计 对 那当然除了刚才看到车头的表现 其实在车车上面 所以连车门板你看它有一些小小的巧思 它的线条其实蛮多的 一般的PV就比较垂直平面 不然就是圆圆的 但现在这一两年大家多一点线条 然后像刚刚冠宜讲的这个设计 因为我觉得也蛮喜欢 那基本上可以说是车身同色 但我刚刚一直在讲这个钻石切割纹 这边仔细看其实都是 其实从土上咬就开始了 不然等一下车内都会看到 这是他们现在近代的语惠 我觉得细节他们都有顾到了 是 对 那更重要的是你说讲到 第二排的座椅 我们不是说三米 超过三米的车梗吗 对 超过三米的轴距的话 那这一类MPV大家说 你要比较宽 比较长幻 停到车上 你要下车所以一定要有电滑门 但是除了右边之外 左边也有所谓的感应式的电滑门 那他们家不做主题的 他们是用钥子放在身上 大概靠近个三五秒 他就会逼 就会打开了 就你试想可能买了一堆东西 或者是阿公带的这个金孙暴的 他根本没空去按门拉门 就感应一下 而且阿公也不适合把脚抬起来 万一一个不小心 自己也站不太稳 对 这样子就很危险 对 他是用这种感应式钥匙的开门 那打开以后 我觉得这台车 以我自己其实用过很多MPV 然后也载了家长也都七八十岁 所以以上高 上车的这个车高友善度 这台我觉得非常非常完美 友善 就是以我来上车来看看的话 几乎一个垫步就上来了 然后你不用像以往的可能要踩低阶 然后还手要拉 像我刚刚上的根本没拉 你屁股几乎臀部一转身就可以坐进来 所以他就跟Alice一样 很多人喜欢Alice 就是他上下车的这个方便性 比较接近一般的休旅 不会太高的 是 没错 这样的一个MPV的调性 那进来以后 我刚刚就有讲说 他的空间感 其实都是非常愉异 那MPV 我们不用再去测空间了 其实你用目测的画面 那他旁边当然有一些前后的调整 第二排 那这台高规的价值 他比入门贵了十四万 我觉得价值就在这个地方 第二排 第二排所谓的皇家Royal Sea Royal Sea的意思就是说 他除了有十项的电条 前面只有八项四项 第二排是十项 然后几乎都在这边 那这个最上面的话就是 他可以往内 像之前Audis也有Magic Slide 但他是用手滑的 他几乎都手滑 前后也是手滑 那这台就比较豪华一点 他都让你电条之外 相关的调整 前后也是全部电条 然后在里面这个 把我们所谓的Captain的扶手 我把它稍微翘起来一点 大家有看到这边 有四个按键 标准 休憩 睡眠 就是睡眠模式 几乎就可以让你睡到一个 更临重力输压 这样更大的角度 对 你看他也有腿拖 意思就是 对 腿拖 都在这个下面 就像是你坐在那种 头等舱一样的感觉 几乎是可以这样躺平的 对 这个就是他的Royal Sea 最主要的功能 然后他这个前面的椅背 也有小桌板 然后制杯架 所以他就是MPV的强项 这台车 你想得到的几乎都有 在第二排 包含出风口 充电座 然后通风加热 跟第一排都一样 然后连QI 第二排都有QI 第二排也有QI 无线充电 然后制杯架也是非常多 除了门板 现在收起来看不到 那在中间还有放制杯架 所以这个就是全家出油 你要带矿泉水 喝咖啡 补充饮料的话 这些制杯架 都是非常足够的 而且他现在设定是223 对 223 他只有这种223 只有一个唯一的选择 很多人都说233 不然就是232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更完美 因为方便进出 我自己也比较倾向223 因为如果你平常232的话 毕竟你每一次后排要进出 都要收椅子 然后收了以后 这个空间好不好走 都是问题 当然这台车也可以这样进出 但我觉得223 我比较倾向因为 就是中间的走道 他有留了一段的距离 甚至你只要往左右推的话 因为我的身材比较快 走到第三排都可以从中间走 所以一般的小朋友 家人我觉得都没问题 那再来的话 我们也讲了他这个 三米多以上的轴距 让他在第三排的空间 我也自己是这个车 我带了我的家 我两个小孩大概 两个儿子都175左右 所以他们坐第三排 觉得西部空间 跟原本家里的谁呢 没有太大的差异 是 当然你第二排稍微 阿公阿嬷坐前面一点 因为你不需要留那么长 没错 坐居中一点的话 其实后面的竹 这个西部跟头部的话都很好 然后像这个舒适豪华的话 不仅这边有竹风口 第三排也有专门的竹风口 然后还有调风量 没错 然后自备架 充电座 这个顶柜的车型 其实都很到位 你刚刚讲到说 跟你们家里的Sienna 其实没有差很多第三排的表现 第三排以空间来说的话 但是价格差很多 对 现在的新杰拿 大概要250上下 甚至顶柜已经逼近300 所以你看 以这个国产 它的这个价格不到150万 我觉得真的还蛮佛心 听说可能每笔之后 也有可能要涨价这样的状况 但现在也是非常缺车 超级缺的 产能缺车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车尾的部分 因为一台适合全家使用的 这种MPV的话 我要置放一些行李箱 或者是一些杂物等等 的行李箱空间表现 其实看空间打开之前 我觉得车尾其实它也跟上了 现在的主流 贯穿式的 然后用这种智慧式的logo 然后在这个保管下面 也会再看到一些类似SUV 这样的一个分层设计 仿刮的这种示板 好 那我们打开看它的行李箱 那基本上它在后尾箱门 跟刚刚讲的左右环门一样 都是用钥匙感应式 它自己会开架 没错 你是靠近的话它就会打开 对 打开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刚刚讲223 七人座 也是我刚刚一开始就跟大家讲的 如果你真的还要后面看到很大 可以放N个出国的行李箱的话 这种尺寸的亚太规格 真的做不到 对 但我觉得平常两天一夜 或是在单天的这种 国内的旅游 出游 再来一车满载的家人 轻便的行李 但我觉得它的空间 就是OK 够用的 我放过一个最大的行李箱 再加一个登机箱 其实是椅这样子 三排都满足的状况 它是可以放得下的 对 而且它的椅背 其实还可以微调一些角度 我们现在是坐在比较舒适 那你如果立起来一点 其实它空间就有点深 多放一些行李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 当五人坐的SUV 我这样的一个秀 我这个空间就大了 对 来使用的话 你把它打平 平常的设定大概就这样 对 就比一般的中型SUV的行李箱空间又大 对 没错 然后下面打开 它当然也有一些下面发展的空间 有点滋物 打机机 不太记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七人座 这样的尺码 非常适合台湾的市场 我觉得以这样MPV 150万你可以买到最顶规的 然后不论行李箱的空间 第二排座椅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 更重要一点 也有好多好玩的科技 都在我们驾驶座的部分 我们带大家进去看看好不好 好 你进驾驶座 关于我们坐进来 其实首先看到它的重点 就是车内这一个10.4寸的主机 那基本上它是用一些分层的 这样的显示方式 过去我们在一些美规的车型 也会看到 譬如说后座的静音 也就是说今天出游 可能回来向来都是爸爸开车 后面都睡翻了之后 体贴它们就只把音响留在前面 像我开车很喜欢听音乐 而且我喜欢开满大声 这个就蛮适合我的 不要吵到家人 就只有前面喇叭在绷子绷子 然后后面其实就安静地睡觉 这样就可以好好睡觉 然后再来的话跳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第三排的通话 就是快到家了 中间可能有阿公阿嬷 那爸爸可能不好意思 太大声扣小孩 玩具搜一搜 电话怎么平板搜一搜 这时候我其实在讲话 我现在有听到这个 有 有听到回音 有一点echo的回声 它是一个单向 就是在第三排 那个西柱旁边的喇叭 它会扩音出来 因为它喇叭的接收器 是在上面 其实就有一点回音 在车内会听到 没错 这很棒 而且又是中文 对中文的 然后我所谓的 比较科技感 就是这个SPW Shift by Wire的 好有口中的这个汽车专家的话 当有欺人做需求的时候 你推荐它是一款 绝对不会被打枪的